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奥里森马登系列著作 马登谈成功 其中的一本你的态度决定你的未来 这句话非常老套却是一个事实 我们作为人呢不要畏惧失败 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对于一个拥有不屈服意志的人来说 不管成功多么遥远 不管失败了多少次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最后的赢家 一个人所有的资产都失去了 我们能称他们是失败者吗 不能 如果他们还拥有不屈不挠意志的话 这样成功仍然会为他们敞开大门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失败是走上更高地位的开始 那些没有经历过大失败的人 他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大胜利 其实在海面上航行的船都要接受风浪的洗礼 你知道人最大的敌人是谁吗 是没有自信心 只要我们坚信上帝差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是要获得胜利的 那我们最后呢就会成为胜利者 我们只要有使命感 相信我们来到世界是要完成一项任务的 这样就能够把我们全部的能量都发挥出来 当然了生活中是会遇到困难的 困难会考验我们 但是同时呢困难也会成就我们 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 千万不要将我们的工作交给我们的心情管理 心情好就坐一会儿 心情不好 就不做了 凭着心情来做事那是不成的 我们看啊 一只手表非常精致 有宝石镶嵌着 但是如果没有发条的话 有什么用呢 没用 一个人有很渊博的知识 身体也非常的健壮 但是如果他没有理想和志向 那就没什么价值 另外对于我们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行动也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选择等待出发 我们希望啊成功像馅饼一样 从天而降 也刚好砸在我们的头上 请问有多少的概率他能够成功呢 所以行动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一个被拖延的决议是毫无意义的 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思想里面认为自己不足或者欠缺 认为自己无能 那我们就会在生活中复制出他们 像一个年轻人呢 他最有意义的事情不是去学什么希腊语啊 拉丁语啊去懂得世界各门学问呢 他应该使自己的心灵更富有创造性 学习怎么样让自己的思想一直保持积极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有些人一直不能取得成功呢 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思想里面主导他们的是消极的思想 结果呢 他们就因为消极的思想变得懦弱和渺小 另外呢 有些人的思想是阴暗无耻 粗俗低几 当我们里头拥有这些思想的时候 这个人容易自我封闭 如果我们一个人思想是邪恶的 是不良的 有可耻的想法 那我们如果处在孤单悲净的环境当中 我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埋怨了 每个人态度不一样 你的态度决定你的未来 像有些修鞋子的人 修鞋也不算什么高大上的工作 但是我们不轻看任何一类工作 但是起码修鞋在有些人眼中认为 这算是低微的工作 但是有些人就把修鞋也当做艺术来做 全情的投入 但有些人修鞋呢 可能只是麻木的生存 压根不去关心 当成是谋生的手段 但是另外一种人 把他当艺术当热爱的事业 你看这两种人 未来完全是不一样的 刚才我们说过 你的态度决定你的未来 这个态度呢 包含行动 包含我们对一件小事情的 是否全情投入的态度等等 另外呢 我们虽然说要有全情的投入 像对待艺术那样来做 不过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也并不是无可挑剔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要求非常非常完美 那有可能我们在第一次尝试失败之后 就不敢去尝试新的事物了 那也是大可不必的 犯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回避的 它是我们人呢 余生俱来的特点 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十分完美的人 我们可能就没有朋友了 因为任何人跟我们相处啊 都会受到压抑和约束 所以想要达到最高处 必须从最低处开始 可能一开始做的不太好 没问题继续做 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未来 还有什么态度呢 比如说幸福的态度 快乐的态度 有个小男孩 遇到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说了一句 早上好先生 脾气暴躁的人回答说 你干嘛和我这样说呢 我又不认识你 快乐的小男孩说 我也不认识你啊 但是我还是对你说 早上好先生 你看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行为 就是散播快乐 而不是散播痛苦 甚至有哲学家认为啊 幸福是我们的生活目标 其他目标呢 都是通向他的阶梯 有一个国王曾经在全国去找一个幸福的人 来治好他的病 结果呢 有一个人找到了 国王说找到这个人之后呢 把他身上的衣服拿过来 皇帝一穿上 哎 他的病就好了 结果找到了一个符合幸福条件的人 结果发现这个人没有衣服可穿 所以到底什么是幸福 幸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态度很重要 所以不管我们去哪里 我们沿途都要撒下花种 如此呢 我们才会避免走重复的路 这是这本书 你的态度决定你的未来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的作者告诉我们说 如何提高我们个人的素养 所谓提高我们个人的素养啊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第一件事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人 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任务 我们始终要履行 作为一个人的职责 作为一个人的职责 最高的追求目标呢 应该是个性品格 两朵花 一朵花上挂着露珠 一朵没有 因为第一朵花对露水打开了花苞 接纳了它 另一朵封闭了自己 那这一朵呢 任凭露水从它上面滑落 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就好像一颗橡子 包藏着一颗未来的橡树 我们目前的状态也藏着我们的未来 我们剥下的种子如何 我们给它提供了什么样的养料 就决定了它的成长开花和最后的结果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如果你发现你的船有一个孔洞 你还要扬帆远行的话 你是自挖坟墓 有些人也是在自挖坟墓 那就是他和别人的交往 其实我们很容易向别人学习的 为什么有些人品格高尚呢 他有各种原因啊 其中一点就是他不断的接触那些高尚的人 他不断的从他们身上吸取一些好的品质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品质 很多伟大的人物成功的人物 他身上有一个品质 就是坚韧不拔的个性 他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弱点 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点 就是坚韧不拔 有一位鸟类学家 他画了200多幅自己亲手绘画的野生鸟类图 结果呢有一天被老叔给啃吃了 他被悲伤包围了 可是过了几个星期之后 他又向森林的深处走去 又开始画 有一位作家写了法国革命史 后来不小心被女仆意外的烧掉了 巨大的打击呀 可是经过数个月之后 他又重新的把那本书写出来了 所以这些人都坚韧不拔 很多的事情我们只要保持坚持 我们所面临的很多困难 都会随着我们的不断前进而自行消失 毅力毅力毅力 这就是三个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当我们坚人不拔的坚持 机会就可能来敲我们的门了 除此之外呢 人际关系也非常重要 法国的皇帝拿破仑 战争的天才 但是在人际交往中呢 也表现出粗俗和专横 有时候他会对女士说 哎呀你知道吗 你已经不年轻了 你看女士喜欢听这话 或者看到一位女士对他没什么好感 拿破仑就会说 哎他们怎么会说你很漂亮呢 言下之意说 其实你并不漂亮 表示他的人际关系并不好 在生活中我们知道有些人有色盲 没办法辨别颜色 可是在人际交往上啊 有一种人呢 我们称为交际盲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说话和人打交道 如果我们比较老练 我们和别人见面的时候 应该找出对方的兴趣点 然后进行说话谈论 那不成熟的人呢 他话题的中心啊 永远是自己的事情 这就难了 所以交际能力很强的人 他可以马上打破僵局 让你感到好像在自己家中那样自在 善于交际的人呢 会让一个害羞软弱 毫无社会经验的人 马上放松下来 找到你的兴趣点 和你谈论 这样谈话才有意义嘛 轻松愉快嘛 那什么是最好的朋友呢 最好的朋友啊 绝对不是在你跌倒时 一定是他拉你起来 他可能是教你如何自己爬起来 如果一艘船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 那你多年的驾驶经验技巧 可能派不上用场 大浪翻滚的时候 狂风骤骑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技术经验的时刻了 作者在书里面的最后一部分呢 告诉我们珍惜时间 要让书籍来提高我们自己的品位 关于读书 这文书里面有很好的提醒 其实前人精心自选 大量的著作 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如果我们只读几本书的话 一定要读世界名著 甚至我们不需要太花费力气 就能够找到他们 哪怕那些很不起眼的小的图书馆 也有名著的存在 如果你对一本书不感兴趣 那你可以不读它 真正喜欢的书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 你知道吗 在书籍上也有相互吸引的法则 你喜欢那一类书 那一类书也好像跟你有缘似的突然来找你 读书啊 不一定每一本书都开卷有益 有些人是被书读害了的 在印度有一位学识渊博的人 有一天在家中读书 翻到书的某一页的时候 指尖突然被刺痛了一下 原来藏着一条小小的毒蛇 后来中毒身亡 你知道吗 很多的书啊 里面是有毒蛇的 是有毒害的 甚至毒害人的一生啊 所以对这些读书一定要敬而远之 有一个年轻人得到了一本不雅的毒物 他把这本毒物送给了他的同伴 同伴接手了 读过了 后来这个同伴开始成长了 在教堂供职 应该很神圣 可是他多年之后 他对他的朋友说 他说如果时间能盗回 我愿意用自己人生的一半所得 将你给我的那本书所带来的毒害抹去 有些书读过了就是读过了 一些毒害的思想留在你的脑海里 很难涂抹 所以各位看书特别小心 我们的生命太短暂了 我们应该把时间花费在最好的著作上面 读一些经典 儒家的经典啊 国学经典啊 圣经啊 等等 如果那些书不能够催泥上镜的 有百害而无一例 如果你去健身房 你就会发现了 有些人呢 健身不了的啊 三分钟热度 然后呢 从一个项目游走到另外一个项目 举重一两分钟 又拿起哑铃试了两下 扔掉啊 又在单双杠上啊 摇摆几次 这样的做法呢 不仅仅浪费了时间呢 而且对体力也造成了很大的耗损 如果我们真的要健身的话 要有系统指引进行锻炼 并且呢 要持之以恒 读书也是一样 我们要避开疲劳期 另外呢 要有目的的阅读 如果你是有目的的阅读 提问式的阅读 我们会因为阅读的目的性 而获得最大的满足 读书读完之后 很重要的要有一个习惯 就是和尚书进行思考 或者是坐着思考 或者是走动着思考 都可以 因为知识啊 转化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 在生活上进行运用 这才真正为我所有 你第一次阅读一本书的时候 那还是作者的东西 融到我们体内之后 我们才是那一部分知识的主人 所以很多人呢 长期受着填鸭式教育的影响 不断的阅读 却从来不思考 反而他自己思维的能力啊 逐渐的退化 那不划算 所以比起阅读来说 阅读之后的思考 更加的必要 一定要进行思考 书籍最大的优点 不是提供我们它的内容 而是给我们带来启发性 和培养兼顾我们品格的力量 所以花一点时间读一些好书 每一个有成就的人 都会奉行珍惜时间的生活原则 都会奉行珍惜时间的生活原则 这就是这本书的内容 你的态度决定你的未来